你以为来东山岛就是看海吃海鲜吗?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在碧海南天下的鱼骨沙洲漫步 在沙滩如尽的金王湾看海上日出 在天涯澳角等一次晚霞日落 在风吹一路的乌江湾迎浪花朵朵 在栖极成长的同龄小镇做一回闲散于人 但当我在南湾的老巷子中徘徊 却被一片喧闹的敲锣打鼓声所吸引 原来是碰上了东山人浓重的拜关帝仪式 数百年来 东山人一直把关帝称为地主 并渐渐形成独特的信仰隶俗习惯 留下树立多彩的东山地族习俗习惯 一个组子说明了关帝在家族习惯 自家族里的地位 把关帝看得比自家祖先还重要 平时凡生活生产大事 必告地主 恭请地主爷做主 东山关帝庙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是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 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的香园祖庙 忠诚朝日月 意气薄明天 关帝以其中信 易勇而得行天下 数百年来 被敏南人民视为保护神 不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 生活就是一半烟火一半失忆 守执烟火已萌生 心怀失忆已萌爱 东山岛便是这样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